凡事成大事者,都要具备一个特质,那就是能沉得住气。 沉得住气是什么?是面对威胁时的临危不乱,是面对抉择时的冷静分析,也是面对成功时的小心谨慎。 如果谁能拥有这个特质,那人生之路会走得顺利很多。 下面老陈就和您聊聊,十二生肖里那些最沉不住气的生肖,要努力了。 鼠鼠生肖鼠全不住气的特点是,不管遇到什么事,看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先发毛发出,是刚出就自乱震脚。 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将事情处理好呢? 所以不管是任何人,在任何情况下,都不要把精力放在还没有发生的情况,而是要把精力放到事本身上,这样就能看得清事物本质,也会冷静处理了。 鼠鼠生肖鼠做出鲁莽是出鲁鸣的,鲁莽的结果就是不计后果,尤其是她她,们在面对不好的问题时,如果是自己吃亏的话,她,她,们是绝对咽不下这口气的,一定要打击。 这样的生肖鼠,还怎么能分析历历得失,一股脑的就冲过去了,冲动是魔鬼,这话就会隐验了。 鼠肌生肖鼠就是把尊严看得太重了,只要涉及到尊严,那就容易失去理智。 不管不顾,早把沉着冷静这事忘在脑后,为了保护尊严,看她们什么事都能做,所以面对这样的生肖机,咱们还是不要轻易去触碰尊严这条红线吧,能沉得住气最好,沉不住也无妨,毕竟这就是人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